竹子湖的教條就是蓬萊之首 百玉仙境 花仙湖田 爹黑水 像我們家本身這邊是位於竹子湖的頂湖 那這邊的話它是一個凹洞 是以前火山形成的一個煙射湖 三面環山就有竹子山 它也可以叫小寬陰山 再來就是大豚山 那還有我們這邊最重要的景色 就是七星山 那七星山的方向的話 就會有一個叫做小遊坑的 小遊坑就是我們頂湖這邊 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景點特色 之前那個大地工程處那邊 有幫我們做一些 很多的步道出來 也有通往陽津公路的 也有通往頂湖下湖那邊的 然後黑森林步道這樣 所以我們整個算是環境是非常的友善 然後再加上現在的步道都是採取無障礙 無障礙步道就是可以配合像嬰兒推車啊 還是像老人家要做人魚出遊的話 像一般民眾在走這無障礙步道方面就是很方便 那像玉劍小鹿它其實 它做起來之後整體是非常的完善 然後他們也可以加減了解一下這邊的地形人文 如果說有機會可以跟店家聊聊天的話 也可以學習如何去種植花卉 在過年前後的時候會有櫻花 然後再來的話三四月的部分 會有像紅蜂啊紫藤 那再來四五月份的時候就是竹子弧的重頭戲 叫做海玉 再來五六月份剛好銜接的就是現在竹子弧的 新興花卉叫繡球花 對那竹子弧其實以前也是做繡球花的切花起來的 那再來後面的話就七八月份會有蝴蝶記啊 那八月份竹子弧會有重金針 有機會的話也可以來看 然後九月十月的話開始會有芒草 那十一月到年底的部分就會有茶花這樣 我們的蓬萊米故事館那邊裡面的話 就已經有非常豐富的人文加上整個竹子弧的歷史 對然後它是由稻米去起源的 所以才會以蓬萊米故事館為命名這樣 那裡面的話已經有非常豐富的介紹竹子弧 大概從民國二十年開始 就是大概日據時期那時候一直到現在 整體竹子弧它的經濟發展 還有人文的一些啟程這樣